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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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教别人的底这种事可有点不讲道呀 可在此之前 你似乎也没少教别人的底吧 除了他自己的 看他的样子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他吧 可是 从一些附信的数据中 我们不是已经看得松去 得得得得 好汉不提当年勇 可话说回来 师父留下的这东西究竟能看到什么时候 不是也由不得咱们吗 进去倒是没关系 但咱得约法三章 万一真遇上不能看的 只要咱出声 结尾都得先把眼睛闭上 那岂不是要错过最精彩的 不 当然都听你的 好了好了 趁着陈雪姐现在还能帮我们看管多尼哥儿 我们这就进去 陈雪姐之前是怎么说的来着 什么爱情是潜入 别人还是自己来着 如果是那样 我反倒要拒绝了 得得 还是跑不脱呀 来 把手给我吧 但愿 事先还算得上好日子的时候吧 欢迎您来到 记忆与时光之霞 接下来 请放松身心 如果要退出您的记忆 只要随时在心中默念 退出 请请收拾牙区别的 乌你走 请收拾牙区别的 你的警察 那我去听 看你 火锅区别的 很快 就你看 你 你看 就看 在这边 都看 你 就看 你 对 但是 我 是 但 最后 还 都可以 就好了 很长时间 如果拥有这种空间上的特殊性 那它会成为我们都无法轻易接触的危险品了吧 话也不能这么说 咱当初要是有这玩意儿帮手 不过宋雀 虽然已经听你说过很多次了 你的师父也是一位叔吧 听上去似乎做过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这可说不好了 对他老人家出身的那个释迦大族来说 恐怕他是个叛徒 对咱认识的某个大姐来说 恐怕他失常大灾 但真要说起大家伙的看法 倒是单纯得很 普普通通的神仙而已 这可一点都不普通吧 总之和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不同 这恐怕是过去的湖泊街 对吧 不过在漫无目的进入其中的情况下 恐怕弄清我们究竟处于哪个时代 也要用上不少时间吧 嘿嘿 但是有我呀 啊 咱们毕竟是跟着松雀进来的嘛 不管是什么时代 不总归都是他在场的时候 就算咱没在场也一样 可不是咱吓唬你 虽说也不是生在湖泊街 但要论起待在这儿的时日 恐怕可没人比得上咱 这是哪年哪月 也就是随便一打眼的事儿 嗯 知道您被分高 那 谁来带路 奇怪 时间看着也不是太晚啊 虎泊街也有过这么没人气的时候吗 看来你对我们之前去过的虎泊街有什么误解 恐怕我们不是来得太晚 而是太早 瞧 这不就有一家镇要开门 唉 没想到还是会走到倒闭关门这一步 没办法 我们已经尽力了 嗯 走吧 店长 世道不太平成这样 人没事就算不错了 看来做生意也不怎么容易 不过世道不太平 又是怎么回事儿 也许 是只影子造成的那些灾恶吧 怪了 不应该啊 琥珀街是有不景气的时候 但那会儿 咱应该还没住进来呀 总不会 不会真那么巧吧 送去 那 先去那边走走吧 咱得找家熟悉的店瞧瞧 走这边 不要掉队啊 唉 这不还是老样子嘛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大家要跟上哦 这是 茶楼 山济茶楼 这也是琥珀街的老字号啦 唉 寻梦者会不会也听说过 等回去之后 可以请你们喝上一壶 要是没能在欧夏野传下去 倒还怪可惜的 现在的情况 也够我们喝一壶了 嗯 叔 可有日子没见了 今天还是老样子嘛 嗯 怎么和外面传的完全是两回事 琥珀街看上去也没到那地步吧 哼 叔啊 你这是出去了一趟跟回来 又听着什么小道消息了 哦 是不是 影子又吃人了 影子让人做了一场怪猛 就失踪了 这招 对呀 这种能上报纸的东西 还能算是小道消息 唉 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啊 年年都有人淹死 但咱也不能为了这儿 秋爷索性不活了吧 话是这么说 大暗和城这么大 影子找上来的 怎么偏偏总是这条街呢 为什么总是这条街 听上去像是那会儿 不对 不对 寻梦者 我们该怎么出去 这里 这里绝对待不得呀 宋隽 这是 你的身体 这 哇 咱们怕是要栽了 既然是那时候的琥珀街 它怎么可能不栽 拜拜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我不需要任何人陪同 我不需要任何人陪同 毕竟 要在这里滞留很长时间 总得有人伺候您的衣食柱 嘘 什么瑟小姐 你觉得我叫瑟吗 穿得倒是衣冠楚楚 但可远远不如她和我心意呢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新任的管家 詹姆 那 我呢 把对我的称呼再重复一次 瑟 瑟莉姆 家主大人 虽然不知道是谁跟你的胆子 但你这不还是知道吗 知道是谁让你穿上的这身衣服 好啦 好啦 你可以走了 现在有一位先生 比你更应该知道什么是规矩呢 是你 至于你 連通你在内 每一个属于努特里斯科家的庸人 全都被我解雇了 我不需要一点规矩都不懂得捕错 又或者 现在呢 滚吧 我才刚刚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点兴致 如果你非要想方设法编送我的那份乐趣 你应该明白 世上有的事比消失更痛苦的事 是 我明白了 那 瑟利姆大人 祝您 一路顺利 哼 真够傻风景的 隐灾肆虐的区域 心怀一心的下蒲 失踪多时的贵族子弟 还真是以家族的名义 让我来了一个好地方 啊 我倒要看看 你们想搞什么鬼 这位女士 请 请问 不必紧张 我也是初来乍到 所以 想找位看上去就知书明里的人 打听下附近的情况 哪有 您 是来找人吗 还是 嗯 是来找一位姓白的先生 他看起来理应很显眼 但到了这里之后 似乎就不知所踪了 所以 我也有些担心自己的安危 隐灾姑且不论 这条街上 有出现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吗 这 隐灾您还觉得不够吗 说实在的 真要到了夜里 我也不敢这样随便走动的 虽说运气一直很好 从来没遇上过 但听人家说 最近 湖泊街的隐灾 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但 也没到影响你们日常生活的程度吗 这可说不好 但现在的安和城 不是到处都这个样子吗 否则 我也不会一直留在这里啊 和外界的传闻完全是两回事啊 禁绝生命的不祥兄弟 怎么可能是眼前这副样子 多谢 顺便一提 你跟其他人的品位 倒是不一样 比这条街上 大多数麻袋 要好多了 至少 不会让我想 非得送你一件衣服不可 这位先生 走开 小鬼 抱歉 我没太听清楚 你 怎么 听不懂人话 我可没空陪你小鬼扯东扯西 我一家找你爸爸讲那些关于影子的故事吧 人话嘛 我倒是听得懂 不过 好像有个家伙并没有把自己当人看呢 我就知道表面贵族的那套行不通 那就 我一家伙并没有把自己当人看起来 你这是在叫狗吗 死小鬼 我 非得 啊 这下襄阳多了 好了 现在回答我 这附近发生过什么怪事吗 是 瑟利姆大人 这周围也没发生过什么 竟是些小事而已 拿我身后的乌家药铺来说 本来这也是家老药店了 口碑还算不错 可前段时间 街上突然流行起一种 不知道源头的疫病后 好多人都来了这里抓药 结果老板给人开错了药方 一下吃坏了好多人 渐渐就开不下去了 疫病 想必也是影灾引起的吧 的确有这样的传说 但终究也就是传闻 没准就是老板自己搞错了 但既然瑟利姆大人这样说 那瑟利姆大人一定不会错 其他店家也差不多 快餐店口味越做越差 当铺吞了客人的东西 钟表行老板摔伤了腰 都算不上新鲜事 不过事情多了 确实也叫人费解 怎么偏偏都是琥珀街呢 竟是些废话 如果的确这么平常 我又有什么必要亲自来一趟 去吧 很遗憾 猝必成你这种样子 可还没有给我当夏仆的资质呢 哦 好像被人跟上了呀 看见了刚才的事还没有落荒而逃 胆子不小呢 还是说 果然 如果一开始就怀有一心 就很难拾去的知难而退 是吧 这 家 家主 还跟着我干什么 哦 服饰是假 监视才是真 对吧 嗯 怎么会呢 家主大人 我们绝没有那个意思 是因为这次和白家交涉事关重大 家族的几位长老 要我们务必随您左右 哦 也就是说 比起你口中的家主 还是那几位老家伙的话更有分量了 这也没办法 谁让我是个不爱理事 整日享乐的家主呢 外面的风言风语 你们想必也听到过 高塔 密室 消失的仆人 还有奇怪的刑剧 到底确不像是个 你应臣服之人 这 您说笑了 我们听到的传闻 都是关于琥珀街的 近来这里怪事频发 偏偏是在这种时候 失踪的那位白家人在这里现身 而考虑到您父亲和白家的渊源 想必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 说不定 这原本就是针对您的陷阱 一知半解 却偏偏还要大放厥词吗 够了 要我说 你们至少弄错了两件事 第一 虽然那帮老家伙平日里管东管西 但在努特里斯科家能做主的 永远还是生来拥有这个姓氏的人 我会亲自来琥珀街 只是因为我对这里有点兴趣 兴趣 可是这里明明 没错 我的父亲击垮了白家 然后匆匆离世 于是我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复仇对象 那个失踪的白家公子 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可能毫无作为 再加上异象与怪物的传言 你不觉得这里显得更加刺激了吗 眼看我快要厌倦最近的娱乐 就有人准备了新的好戏 那长老交代的任务 难道只需要袖手旁观也能达成吗 还是说 至于第二嘛 长老们放出去的传言 没准是真的呢 我是说 关于消失的仆人与刑剧 等等 家主大人 晚了 在我面前 你当然也可以反悔 但 那是在接受惩罚之后的事了 虽说错其实在我 我竟然试图费心向你们解释 说到底 你们可是我的下婆啊 看来得把这个事实 重新烙印到你们的灵魂里了 永远就是 它就是 可 不能 你 试补 不 太美了 我 很快你就会明白了 现在 你呀 既然已经被解雇 也该换上一身 自己配得上的衣服了 这家主大人 您这是 别紧张 他们只不过是回到了下铺 应有的状态 而马上 你也会和他们一样 学会该怎么向我屈膝 叫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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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 1 2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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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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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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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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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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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不僅僅是一隻呢 哼 躲貓貓呢 原始的遊戲 但也別有趣味 不過 抓隻老鼠 倒也用不著我親自幹苦力 剛好 到你效勞的時候了 在 什麼也沒看見啊 有話好好說 萬事好商量 千萬別殺咱滅口 和我商量 你當時一開始就把自己擺在了很高的位置上呢 因為 因為你看 咱都嚇到發抖了 是不是 咱完全打不過你 那不就 不就只能跟你商量了嗎 那幫老傢伙到底把我當成什麼了 一個兩個的 竟拍了這些 好啊 好啊 那把那身愛影的麻袋先脫掉吧 我見不得這麼粗鄙的品味 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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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會兒 要讓咱自己把衣服點好嗎 你這傢伙 倒還有點意思呢 好啦好啦 先起來吧 告訴我你的名字 哦 不用拖了 怎麼 你倒像是很失望 快回答我的問題 哦 咱 咱叫松雀 職業就是四處討討生活 做點兒小本生意 小偷小摸 還是招搖撞騙 哎 瞧您這話說的 咱模樣是邋遢了點兒 可從不敢虧心事兒啊 是嗎 我倒覺得你矯健得很 可不像是個老實本分的人呢 哎 誰叫咱也就只有 推叫瑪莉這一條長處了 哪有便宜撿 咱就往哪躺 去晚了 不就撿不著了 哦 那你又是撿了誰的便宜 所以 才非得鬼鬼祟祟 跟在我身後不可 您身上的寶石看著多值錢 不不不 您這氣質初衷成這樣 咱這不是覺得 可能有犯折嗎 不幹虧心事嗎 咱來湖泊街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最近這地界傳言不斷 什麼永災作亂呀 貴族落難啦 都說富貴險中求嘛 咱就寻思著 沒準會有發大財的機會 誒 落難貴族 你都聽說過什麼 啊 不 其實倒是沒這事兒 咱就是壓個運 讓您聽著舒服些 反正就是 越危險的地方 越有機會撈一把 所以咱也做足了準備 把風言風語 小路暗道都先寄了個遍 這 才能從您手底下跑路呀 雖說也沒跑掉吧 咱 咱真不是故意偷看您教 教育一下人的 出了這條街 咱保證立刻失業 所以 千萬別殺咱 也別把咱變成那副樣子啊 好了 殺來殺去的 我看起來像那種有不正常示好的變態嗎 這 怎麼會呢 您看上去就氣度不凡 位高權重 啊 我倒不是想糾正你 你猜的也沒錯 只是殺來殺去 我的品位可沒那麼糟糕呢 我呀 不喜歡讓人那麼痛快 更不會在取樂的時候 玩得那麼簡單 以後你會知道的 別廢話了 我倒確實需要個下譜帶路 你說自己即便了這裡的小路暗道 現在 是證明給我看的時候了 啊 這 這 這 怎麼 不喜歡當仆人 讓我想想 難道你更希望給我當寵物嗎 只要您肯放咱一馬 當然什麼都好說 但仆人 不還是要把咱變成剛才那樣嗎 就是 突然冒出咻咻的黑團團 把他們啪啪一頓搓 最後一個接一個被勾了魂 那不就是 反正你也理解不了 沒必要知道的太清楚 總之 他們沒死 也沒丟掉靈魂 只是成了我的護從而已 對你 現在還沒什麼必要 等我發現你對琥珀街一問三不知的時候 再讓你好好品味 對 倒也不遲 又或者 如果你是那種被拴起來更有幹勁的類型 我倒是也不在乎現在就 等等等等 那就不勞犯您了 咱一定聽話 乖 乖 也別一可一個您了 先勉為其難 讓你稱呼瑟利姆大人吧 這個機會來之不易 可別辜負了他 沒問題 沒問題 瑟利姆大人想先去哪兒 要不要咱先帶瑟利姆大人去吃點東西 嗯 哈哈 話本裡不都這麼說 出身高貴的人 反倒會被市井小吃迷住嗎 用不著 我正在找一個名叫白吉的人 他與琥珀街的傳聞或許有關 或許無關 但這裡的景象和我聽過的傳聞完全不同 我倒是不相信 他已經做到了那種事 總之 按照你的小道消息 這附近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嗎 越奇怪越好 嗯 好說好說 瑟利姆大人 行走江湖 咱靠的就是消息靈通呀 跟再來吧 如今這世道 好事沒有擠莊 但您要是想找些麻煩 那倒是簡單得很哪 這又是什麼地方 這又是什麼地方 啊 那位白吉 咱倒是沒聽說過 但要提起怪士和姓白的人 咱能想到的就只有這兒了 怪士 不錯 但可不是什麼怪物 而是怪病 您就瞧好吧 什麼事啊 小姑娘 打擾了 請問這裡是陳奶奶家嗎 找我嗎 我孫女的舞蹈課也不是今天呢 哦 我明白了 瞧我這記性 呵呵 你們是白公子派來的人吧 快請進來 哼 哈也配 啊 對對對 咱沒找錯地方就長 好好好 你們一來啊 我這頭疼的毛病就有痴了 真會有這麼巧嗎 啊 頭疼 小鶴子 給夫人把把脈 小鶴子 嗯 清您的 瑟利姆大人 把脈 白公子的人不是說 這影兵無藥可治 只能用他們研究出來的浮水料理嗎 這個嘛 那都是老皇曆啦 都說狗日新日日新嘛 對了 您是怎麼找到白公子的 他可是個大忙人呀 我呀 我想想 大概是一個月前開始的吧 一到半夜就頭疼 本來我也沒當回事 可沒想到 這病越來越厲害 吃什麼藥都不見好 我把這事兒跟左林右舍一說 沒多久就有人找上門來 說我這可能是得了癮病 說是什麼 癮災的一種 非得喝白家的浮水才有得治 還真別說 那天喝了之後 晚上還真不那麼痛了 驅邪攘災 不求生命 到底確是傳說中那傢伙的作風 那之後啊 我就天天盼著你們再來 定金我都準備好了 這次有多少浮水我都買 還得在家裡償備一點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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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突然面露難色了 我這病還有的治嗎 咳咳咳 夫人 您這病 恐怕用不上浮水了 啊 意思就是 您這病已經快好了 啊 天大的誤會 這可不是什麼癮災啊 這病雖然不多見 但也不難治 咱給您留個方子 用不了幾天就能見好 你倒是沒說謊嘛 還真夠老實的 嘿嘿嘿 闖蕩江湖 多少要懂些嘛 不懂裝懂 也是懂嘛 雖說 確實還算幹得不錯 看來 沒被繩子牽著的寵物 總歸是能幹些 哦 我可沒在誇你 您說了算 您說了算 不過 瑟利姆大人 剛才那陣 你怎麼不直接 不直接 該怎麼說來著 把那個老奶奶說為護從 哦 要是當真問幾話來 你要不要聽聽自己在說什麼 你是自己覺得這辦法好呢 還是認為 我會覺得這辦法好呢 嗯 打 打哪個 咱能活下來呢 算了 看在你剛才做得不錯的份上 聽好啦 你之前見過的那些 從來不是我的興趣 而是手段 值得被稱之為人的 我就會把他們當作人 膽敢刺牙咧嘴的 我才會給他們套上相圈 我說過 自己的確不是什麼好人 但越是高貴的惡人 越不會積不擇食 懂嗎 嗯 懂 懂 所以您之前也是沒看上咱 覺得咱 啞口不好 哦 不是 不是 覺得咱 太 雷弱了 就用前者來形容吧 我都還挺喜歡呢 總之 如果那位白家人的確來過這裡 他也會一樣 他們根本連面都沒見過 我也從不覺得他會來詐騙這種老婦人 您的意思是 白公子是冒牌的 是與不是 很快就能知道了 別忘了 那位所謂的白公子 可是說好了今天要來登門拜訪 嗯? 還真上勾了呢 我也來看看你的牙口好了 是 這邊 你 站著別動 有沒有勞收人 那些叫做點 有什麼去想要是 到這裡 就是 兩邊再打點 不是 不能應付 就是 自己叫他 所以說我們在採訪 然後這裡找到一些衝突 就算是挺有毒的 比較有一個優勝 等於是 你會選擇 好 好 所以 您也不知道白公子究竟是什么人 非常抱歉 瑟利姆大人 对方一直没有露面 我只是偶尔会收到命令 帮他散播影的留言 处理一些质疑影存在的人 有些时候 也会破坏他们的经营 以示警告 为什么总是虎婆街 看来他们该来问你呢 不过 看样子也不可能是那个白家人了 他还准备在这里做的事 家族得到的消息可并非如此 还是说 让我来到这里的理由倒还过得去 但那帮老家伙在这里耍的手段 还真是个庸长无畏呢 瑟利姆大人 有什么吩咐 你嘛 虽说比起自己的同僚 只算得上末僚 但当个之缩倒还可以 去 带我把小雀子找回来 既然他们精心准备了这场戏 我总得把它看完呀 最好 可别只是现在这种程度 我 别让我后悔把你收下 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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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出发了吗 司令母大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斧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driven mnie 二个人 низ 终于停下了吗 我们这是 宋娟 刚刚那究竟 看样子是这里的附线太过完善 把我们也卷进去了吧 这么说 享乐之术 它能用来自影子的力量操纵别人的心智 因为完全是作用于心灵的能力 反倒也能影响现实中的我们 也或许和欧夏与狼秋的再次连统有关 现在 我们所处的现实 也同样处于影子的规则之下 有可能 不过 宋雀竟然还有这种经历啊 他竟然还把你收成了 不会再见面的时候 也还是那种关系吧 难怪他之前一直不想让我们过去 这 这 闯荡江湖 总要须与尾仪逢场作戏嘛 都是 都是场面话罢了 逢场作戏 所以你的确知道后来发生过什么 这个嘛 都一百多年了 在哪有那么好的记性啊 总之 趁着这机会 咱们还是先赶紧跑路吧 万一再被卷进去 不过 硬要说起来 这也算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术的能力吧 而且 虽说非常逼真 但总还是比现实中安全 多待一会儿 或许也不要紧 这 这 可是你们看外头 琥珀界外面的地界 可压根儿不存在啊 的确 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完整的过去 而且 我们似乎也没有能力将其补权 来让它继续运转下去 对嘛 还是赶快跑路要紧 可不是吓唬你们 虽说咱也不太缺信 但斯里姆大人 呃 斯里姆的能力 恐怕不是迷人心智那么单纯 是和所谓的衣服有关吧 每一次使用能力的时候 他都会给对方穿上一件衣服 虽说形式各不相同 但从结果上来看 他都能就此开始 从对方身上取用影子的力量 有意思 还是得继续看下去才行 啊 我倒是有个主意 不过 宋雀 之后发生的事 你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 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吧 这 真要遇上这种家伙 斯里姆大人也能有办法吗 不然 咱们还是 少多嘴 接着大路 这 即使不是怪物 也得是了不得的猛兽啊 有人吗 救命 帮帮帮我们 你们是 咱是 嗯 是灯的人 听说这里出了影灾 哦 太好了 这下得救了 我的朋友 被影子里冒出来的怪物袭击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了 这一家和表现的 还真够拙劣 啊 你们是来救我的吗 太感谢了 但是 寻梦者没有和你在一起吗 他为了保护我 独自留下断后了 现在还在前面 色里姆大人 我命要不要 嗯 继续带路 只是现在这些 可就太无聊了 啊 是寻梦者 你没事吧 我的腿被怪物咬到了 我来帮你处理伤口 哦 那些怪物呢 他们扑到我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又自己跑掉了 看来是不合口味 哦 真是幸运 所以 这就是全部了 三个人而已 小雀子啊 小看我的究竟是你 还是把你派来这里的人呢 就是就是啊 雀雀怪物在斯里姆大人这里 从隐灾诞生的怪物会自行去而复返 能编出这种拙励的谎言 看来你们的确对那种灾难一无所知 但 你们就没有其他戏码了吗 比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更加无趣呢 这 斯里姆大人 您这是在说什么呢 怎么 真觉得他们演的戏能瞒得了我 真说了吧 松雀 从那位陈奶奶开始 你就已经演不下去了 顺利地带我找到所谓的白公子 中途几次借机想要把我除掉 最后 又让我来到这样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却没有察觉到在这里 真正危险的到底是谁呢 斯里姆大人 你听咱说 好了 现在我还不想听你们自己说出来呢 也有可能只是我猜错了而已 但无所谓 亲手掰开你们的嘴听听真相 不是更有趣些吗 走了 不会吧 要是我们也中了那招 会发生什么事 保守来说 至少会再次失去自由吧 不过 或许也不是无计可施 按照松雀之前的经验来看 主动服从 似乎还有可能逃过一劫 你们也可以这样 不 还要比他更胜一步 主动给瑟利姆当宠物吧 啊 没办法 对了 赫莉亚 这还算有点意思吗 那你们 有被针尖刺痛过吗 嗯 不会吧 他连离恶石像也能控制吗 考虑到那位殉此之术的经历 这根本不值得奇怪 虽然的确有一点不同 他似乎完全是在以自己的意志 奴役那些怪物 而不是依靠默契 似乎 我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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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废话 你让我后悔自己的决定了 斗头兰 顽劣的小鸟 还是非得拴起来不可 真是 斯里姆大人 千错万错都是咱的错 千万别把咱也变成那副样子 咱还有好多东西没吃过 好多地方没去过呢 实在不行 求你 让咱最后再吃顿点心吧 噓 我说了 少废话 真可不仅仅能用来缝衣服 你想试试别的用途 再吃块烧饼行不 凝凝凝凝凝凝 你想到那么早就被看出来了 瑟利姆大人 不会一直在看戏吧 咱确实是受到长老们的雇佣 来接近瑟利姆大人的 除掉 契约里也的确是这样说的 但是 瑟利姆大人不也发现了吗 咱是个骗子呀 咱原本是想着一鱼多吃的 收下长老的酬金 假装要害瑟利姆大人 然后再布置些假象 把瑟利姆大人从这条街吓跑 这样 长老也不能怪咱没出力 只能说自己运气不好了 况且到那时候 咱也早就带着钱跑路了 至于郊外的怪物和那几个演戏的 也只是想吓唬吓唬瑟利姆大人来着 咱身上带着从灯那边骗 借来的家伙呢 出不了什么岔子 那 关于白家的传闻呢 这咱可真不清楚 但 琥珀街上确实有个 假冒白家名号装神弄鬼 卖要吓人的家伙 瑟利姆大人 咱什么都说了 别再缝下去了吧 咱还是挺听话的呀 何必非得 非得 从小到大 愿意听话的人我见多了 容忍他们拥有自由太麻烦了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自由是山巅西伯的空气 若只消瘦不起 现在的你 不也是一样吗 拿着我赏赐的自由 最终用来伤害自己 瑟利姆大人您 怎么会这么想 少问你不该问的 好了 站起来给我看看 这 这就好了吗 这就要 你 这 咱 咱怎么 还是 咱 怎么 真想变成别的小动物 继续带我去找那个白家人 事情还没完呢 啊 斯里姆大人 您这是 大人有大量 够了 我这可不是原谅你 我说过吧 会咬人的宠物斗起来 才更有意思 这条街上的人实在太少了 总要找些乐子 你最好还有什么害我的手段 还没使出来 能给我解解闷 否则 见过失宠的小狗 会是什么下场吗 这 瞧你说的 哦 对了 总归还是得分分尊卑 你嘛 从今之后就是人台了 必要的时候 我会让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 得嘞 都听您的 咱这就带路 我luv 你 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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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有 你 我 这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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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打道回府 虽说明以前自在了 总还算找了个犯者 咱以后给你端茶倒水 还是捏肩垂腿 哼 你倒是想得长远 等找到那个姓白的再说吧 您还真要和个假药贩子死磕吗 这不是失了您的身份吗 失了身份 我看是你急着回笼子吧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要找的白家人 他虽然未必会做出这么不爱惜羽毛的事 但那位所谓的白公子 可未必不是他的手笔 虚艳 倒和传闻里没什么冲突呢 成 斯里姆大人已经不会错 嗯 咱实在听不懂呀 但琢磨着肯定没错 我就明说了吧 关于你知道的尹灾 那个白家人 要在这里做些称得上一劳永逸的事 一个冒充者 几处隐灾 都不足以让我来到这里 你以为还能让我愿意一直留下来吗 啊 咱还是没听懂 嗯 还是那句话 咱可从何找起啊 找 哼 用不着 粗布 知缩 一价人台 我呀 不还缺些鞋架吗 不会吧 斯里姆大人您是要 没错 有一个算一个 把这条街上的所有人 全都变成我的下谱不就好了 我只是想遵闹 these 赶 1989 在哪里说不是 能 Rita 说还是在ะ 好 但你也要做到小兽的地方 可以吃醉了 我又要吃醉了 我不會吃醉吧 我會吃醉了 我會吃醉了 你會吃醉了 我會吃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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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他放在一起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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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用 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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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 只剩一个了 是吗 嗯 1 约3个 2个 1个 2个 2个 3 3 4 5 6 7 抓到你了 抓到你了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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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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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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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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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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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0 9 外面的传闻没错 琥珀街安定祥和 只是有些小贼作祟 我们看见的景象也没错 但谁说过 这两件事其实互相冲突呢 除了你我 除了我的宠物们 琥珀街从一开始就空无一人 正在给我演戏的不仅仅是你 难不成 我们看见的都是 都是 没错 一种瘾灾笼罩了整个琥珀街的瘾灾 运气不错呢 小雀子 现在才刚刚到开幕的时候 色利姆大人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了 这才是我色利姆 应该来到的琥珀街 你以为我真想把它们 收为夏仆 我啊 就算是一只宠物也会精挑戏血 它们 这用影子造就的假象 当然要将影子去除后才能显出真容呢 嗯 站到我身后去 宠物和夏仆 只需要喝彩就够了 接下来 是主人入场的时间 我们这是 出来了 这也太不是时候了吧 所以 我们最后看见的到底是什么 怎么会有两个琥珀街 这次咱可真就不清楚了 倒不是想不起来 是压根没记住过 怕是 那时遭了什么罪啊 也说不准 后来咱还是被色利姆弄昏过去了 不过 如果那时你们看到的每一个居民都是影子 他又是怎样控制对方的 会像是克拉里之前猜测的那样吗 和对方建立某种连结 然后用类似围级的方式 从别人身上取用离恶石像的力量 可是 这也解释不了他们 为什么要那么听色利姆的话吧 那些衣服 应该也代表了标记以外的事情 按照他腐朽的趣味 他似乎在给别人用衣服划分阶级 虽说不确定 这是不是也与影子的规则有关 但从结果上来看 他的确做到了 说对方是什么 那么他就是什么 当然 这也只是猜测 通过动息他人的恐惧 他能够使人臣服 并且加以支配 这才是本质 那岂不是 咱一开始就说过别翻老黄历嘛 看来 也只能过段时间再来试试啦 不过倒也并非一无所获 至于现在 也该回郎秋了 对了宋雀 之前在给你亲手织衣服的时候 我不想黄历 七日大鹿 尚于其般 维王棲独 仅为许言 二八二五六 二八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按您 ран reserved 2 3 4 4 5 5 5 6 9 9